现在呢特别流行自驾游 自己开车不受旅行团形成的限制 既方便又自在 想去哪去哪想待多久待多久 那湖南有一位老人也是自驾游 不过他的自驾游让人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心酸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 图片上的这位老人就是我说的这位老大爷 他旁边停了一辆由两轮车改造成的窝棚车 车身上包裹了一层厚被子 还有塑料薄膜 这是大爷自驾的车辆 据这位大爷说 四个月前他从湖南老家出发 拉着这辆窝棚车已经步行了四个月 就这样呢他到了北京 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在有生之年看一看首都的风光和景色 而这辆窝棚车就是他的房子和晚上的床 一路上他都是风餐露宿 靠好心人帮忙和施舍一些食物来生活 大爷说自己家里也是有房有地 但是呢他无儿无女 这一趟他已经不准备回去了 他说等我累了走不动了躺在车上 不就是回老家了吗 老人最后这一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 好沉重啊 你说这也算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只不过这趟旅行对老人来说有些孤单 有些心酸 有些无奈 他只有启程 却没有归途 你看到我来说 我们要在那里 我们要禁止 并非 我们要禁止 也不禁止 我们要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